哎呦呦肉先生被放出来了 没听木戏的猪 嘿你怕什么呀 啊好可爱呀 哇这个猪猪怎么 怎么有点可爱的感觉呢 哎 shit 哎 大家我是八海之源 欢迎来到肉先生 第二代 肉先生已经出第二代了 并且这一次肉先生第二代的故事 是发生在监狱里面的 因为在第一代中 大家都知道啊 肉先生最终结局 是我们报警 把肉先生给抓了去 那么由于之前肉先生的种种行为 把人变成猪 然后去贩卖 让其他人吃猪肉 那么实际上吃的是人肉 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要死刑的 对不对 其实一开始我就有个疑问 这游戏本身就是你抓我逃的 在第一代中 场景是在肉先生的家里面 毕竟是在自己家 可以自由活动 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第二代是在监狱里 监狱能让你自由活动吗 感觉肉先生是把监狱当成了自己家一样 可以自由活动 并且来抓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说肉先生肯定并没有死 肯定是发生了一些意外 好了那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来开始 案例记录 这是一个文档 有四个文档 有一个为什么是问好的 好像是没解锁的吗 第一个是通过隧道越狱 人是在骚乱中越狱 通过隧道逃脱吗 这是我们的主角要逃出去吧 然后第二个是通过主门逃离 主角和警卫合作逃离肉先生 是这样子的吗 目前的话有三种逃脱方式 但是第三种好像并没有显示出来 有可能是要通过前两个逃脱方式之后 才能解锁第三个 但也有可能是下一个版本更新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自由探索 应该是鬼魂模式了 女孩探索整座监狱 寻找其中的秘密 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的主角是女孩 为什么是女孩呢 好了那这一次的话 我们至少要玩三次了 因为有三种逃脱方式 先从第一个开始吧 通过隧道越越 肉先生的结局 在监狱中执行死刑 肯定得死啊 这是个报纸啊 这是重大新闻了啊 肉先生临死前 行星前也是个重大新闻 这恶魔终于要死了 哦就是这个监狱 这谁啊 预告片我没有看过 所以说这些人是谁呢 嗯 我不知道 如果我真的悲哀 或者愿意 真的 瑞贝卡 这名字有点熟悉 哦 肉先生的女孩叫瑞贝卡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这是发生在好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吧 但是肉先生的罪行为什么不是立刻执行死刑呢 好像是被关了很长时间 女儿都长大了 hello ladies rebecca is it you how grown you are already yeah sever years have passed and then 8 or10 years now 10年 10年 肉先生被关了10年 哦 哦 左边这个人是一代的主角 是这个人救了那个小女孩 I was just doing my job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000 times Oh because you're a bounty hunter right Who is that girl You try to rescue Emilia right 哦 哦哦 等一下信息量有点多 我等会解释一下吧 诶 饮料 这谁啊 这饮料一定有问题 不然的话肉先生 怎么会有第二代呢 对不对 这饮料不会是变成猪的吧 这应该不是肉先生 我怎么感觉像是肉先生的小弟啊 肉先生什么时候有的小弟啊 这个艾米利亚就是以前肉先生的同事 被关在地下室的那一个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吗 习惟的笑声 感觉很不妙啊 肉先生已经做准备执行死刑了 但是我觉得事情肯定并没有那么顺利 毕竟肉先生有个小弟的 这小弟一定会救大哥 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这一步 坏掉了 肉先生被放出来了 找到隧道逃离监狱 肉先生不在了 糟糕 为什么全都变成猪了 就是喝了那个饮料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变呢 奇怪 我是坐在中间的位置 我就是肉先生的女儿 还是说我以前已经变成过猪了 这次稍微有点免疫了 有可能 都不会讲话了 糟糕了 所有人都变成猪了 就我没有变成猪 右上就有提示的 找到警卫的工作证 他们都出来了 这饮料里好像有我父亲的药剂 没错 这肉先生 想把整座监狱都变成猪 我稍微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之前不是有一个赏金猎人吗 就是第一代的主角 第一代的主角一开始呢 是要解救艾米利亚的 赏金热能车里面有被解救女孩的那个信息的照片嘛 就是被关在地下室的那个女孩 在一开始的时候 原本是要救地下室被关在的女孩 但后来呢 在解救过程中意外的发现了 有一个小女孩变成了猪 就是肉先生的女儿 所以说 在第一代的时候 我们是要救两个人的 一个就是艾米利亚 一个就是肉先生的女儿 在肉先生第二代中 所有和肉先生有关系的人 全部都聚加在一起 但唯一的问题是 这个是谁呀 这个穿粉色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诶 怎么回事 你让我给她脑痒痒吗 没亲木戏的猪 你怕什么呀 好可爱呀 这个猪猪怎么有点可爱的感觉呢 很可爱呀 喂喂喂 别乱走啊 乱走就要被吃了 我告诉你啊 这就是赏金猎人 这就是第一代的主角 好了 现在我们得赶紧逃出去了 拿到警卫的工作证 这个读卡器需要警卫工作证 才能通过 哦 第一步是需要打开这里的门 那我们先四处逛一下吧 这什么地方 哦 通电话的 可以过去 就是和犯人通电话的地方 诶 那既然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我应该是可以出去了吧 哎 门锁着的 一般来讲 这里的门不是应该开着的吗 警察在这边带我们进来和犯人通话呀 不应该是可以出去的吗 奇怪啊 还锁门了 莫名其妙的锁门 好吧 那先去楼下看看啊 哇 是地下室吗 有个柜子是可以躲的 还有个文件 日常报告 最近监狱地下室发生了好多怪事会定期断电 而且会散发出浓重的 安水位 必须彻底搜查这里的每个角落 感觉有人在策划的什么阴谋 那一定是肉先生了啊 好像肉先生被关在这里也不老实啊 是不是跟什么警察收买了呀 不然的话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做不好什么事情的 哦 一定是和他的小弟一起密谋着 好了 那去楼上看看吧 哎 哎 肉先生会不会出现的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破窗走啊 啊 哦 怎么连警卫都变成猪了 警卫也喝了饮料吗 感觉这个监狱所有的人都变成猪了 厕所 南厕所吧 有没有好吃的 没有吃的 因为我已经吃饱了 这什么 哦哦 还有枪啊 啊 这边是女厕所 女厕所里面有吃的吗 嗯 没有 看来二楼没有什么东西啊 目前来说是安全的吧 这边门打不开 我能不能骑猪啊 哦 还能把猪推着走 哇 推得这么快 三楼 去三楼看看 肉先生在三楼吗 好像没有哎 这是个电梯 三楼好像是个休息室 哦 可以按 电机枪 眩晕 啊 是吗 哎 猪上面好像有东西 哦 这什么 警卫工作证 拿到了 我可以开门了 就这 你们别乱走哎 别乱出去啊 听话听话 小猪猪听话啊 别乱走 啊 还能讲话 他叫我瑞贝卡 看来这个博士 智商高就是不一样啊 智商高就是能说话啊 好了 开门开门 我相信肉先生应该是在外面 我打开这道门 应该就是面对危险了 先出门看一下 这是哪里 哦 hello 肉先生 现在我们有新的任务了 找到越狱计划 越狱计划 哎 这门怎么开的 哦 处形式在这 哦 天呐 嘿 哎 你们好啊 能不能电你们 能隔着玻璃电脑 也能电自己人的 哦 糟糕 我没有电晕的东西了 还要看广告才能拿到它 肉先生是从这个地方逃出去的 糟糕了 哦 血 哎 不是 他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了啊 子弹反弹弹到他身上了 哎 拿到他的枪了 我这 无语了我 什么鬼 这什么地方 锁住了 好吧 趁现在肉先生倒地 我们先赶紧搜索一下吧 这是监狱的运动场 打篮球的地方 没事没事 没有发生什么危险 肉先生已经倒地了 就不危险了 这个地方 哦 这是监狱吧 囚犯也变成猪 哦 我 我干什么呀 哇 囚犯就是熊 囚犯就是想 想 哦 他们怎么了 我的枪 哎呦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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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探索一下 这什么 海报 有份信 亲爱的狱友 你好 正如圣经中的民数记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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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这应该是犯人写的日记吧 哦 找到了 这就是越狱计划 从犯人的房间里面 找到了越狱计划 可以根据犯人的越狱计划 逃出去 那这次是从地洞逃出去 说明那边的地洞 是犯人挖的 看来这个监狱 不是很牢固啊 门打不开 哎呦 这地方还能钻进去啊 这 这又是哪里啊 预警 这预警猪 不知道在这里干嘛 哎 这什么呀 前往楼顶 传送目的地 啊 啊 这 哎 哦 这是楼顶吗 原来这个地方是 可以传送的 啊 哦 怎么还有传送呢 我的天哪 这也太科幻了吧 啊 这这这原来是个科幻游戏 那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莫名其妙的 我都搞不清楚了 这地图是真的大 哎 现在 有新的计划了 拿到小屋的钥匙 小屋的钥匙 什么小屋的钥匙 哪里有小屋的钥匙 这是外面了 肉先生 哦 哦 不过他没有枪应该没事 嘿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不可怕的 肉先生没有枪 其实就不可怕了 并且在第二代中 地图很大嘛 对吧 地图一旦大了 真的一点都不可怕 随便跑跑就可以了 来追我呀 这怎么还有一辆车的呀 这什么呀 这门哪开 哦 小屋的钥匙是开这里的 哦 糟糕 这里是死路 箱子 有什么用 哦 这是可以躲进去的 哦 是这样子的 好了 肉先生没有来 他去哪了呢 他应该去前面了 哦 不在了 就辆车 车上有个笔记 根本没办法控制这头猪啊 没办法带他靠近囚犯 他非常具有攻击性 而且很容易被激怒 我们把这辆货车停在了这里堵住了出口 这样才可以把它关在车间里面 千万不要挪动这辆车 叫专业团队来处理 所以说这个屋子里面是关了一头猪吗 关了一头很凶的猪 不会是第一代那头猪吧 第一代肉先生的那个那头宝贝猪 被关在里面了 所以说这辆车是堵住那头猪的 那我们要找下小屋的钥匙了 这小屋的钥匙在哪呢 谁知道怎么找啊 这么大的地方 怎么找小屋的钥匙 呦 肉贝先生在这 哦 嘿 嘿 来来来来 呵呵 呵呵呵 能不能跳下去啊 哇 不是吧 这也算 我被关在那什么地方了 哦 就关在这 怎么出去呢 这玻璃是不是能打碎 好像不是 移动餐车 嗯 这边好像还有东西 柜子 门打不开 这柜子有什么用 哦 能躲的呀 哦 上面可以走 哦 明白了 是要踩在这个地方吗 踩这里 从上面走 从高处也不能跳下去 跳下去就死了 那这样的话和被肉先生干的有什么区别呢 嗯 我感觉我在这很安全的 根本不需要下去 不合理 太不合理了 这游戏真的不合理 按照我的身手 我要是在这个地方 我直接翻过去了 对吧 我怎么听见有人尿尿啊 我的 肉先生在尿尿 哎 怎么打不死的 哎 哎 肉先生 炸会尿尿 你怎么不拉屎啊 哦 来来来来 你的枪在我这儿 哎呀 但是没子弹了 这子弹没什么用的嘛 打不死肉先生呢 哎呀呀呀 糟糕了 糟糕了 这会糟糕了 小屋的钥匙没找到 搞了半天 出去都不知道怎么出去 这应该是大门吧 但是没办法呀 出不去的呀 这里 哎呀 奇了怪了 这里是什么 这俩人没走过 哦吼 哎 这 哦 这里有啥门呢 哦 这里没来过 哎 有个笔记 157 91号 囚犯是高危对象 他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 并且在最高安全规格 求区等待法庭对其死刑的裁决 这应该指的就是肉先生吧 谋杀绑架人体实验 欺诈性商业交易 实物投毒 哇 这讲的就是肉先生 他是被判处无期徒刑 并且等待判决死刑的嘛 这有必要吗 这直接死刑立刻执行呢 对吧 有东西 私人物品 谁的私人物品 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哦吼 哦 要搜东西 不会是要找什么小屋的钥匙 在这里找到吧 没有东西 有枪的子弹 先装下枪的子弹 万一肉先生来了就不好了 都没有东西了吗 不会吧 一定有东西 哎呀 又是没有 到底在哪呢 这里还有一个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的吧 这里应该能找到什么东西了吧 嘿 果然 找到了小屋的钥匙 哦 找到了 找到了 我可以开那边的门了 原来 是藏在这个地方呢 哦 天哪 我在这里逛了半 哦 糟糕 这里是死路 没关系 没关系 里面可以绕的 里面可以绕的 里面是可以绕的 但是这个枪怎么办 不能 哎 这 这会被肉先生捡到枪吧 哎 他走了 他没进来 哎呦 你不怎么样 肉先生 这肉先生是个智障啊 光头智障啊 一般来讲光头是很强的吗 你怎么这么笨呢 小屋就在隔壁 就在这 开门 哦 找到隧道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找到隧道了 隧道 这 这哪有隧道啊 啊 吸的怪了 箱子是可以 哎 这这箱子是不能搜索的吗 啊 把东西移开啊 哦 隧道在这儿的呀 逃离 哎 哎 不是 等一下 这么简单 哦 这么简单就逃离了 就这儿啊 就这儿 这不会是囚犯挖的隧道吧 我就这么逃出去了 但是我没有救那些人的 我还没有救那些变成猪的 预警啊 家人啊 什么的 肉先生追出来了 女儿逃走了 啊 好气啊 哦 结束了 哎 不是吧 就这么结束了 这个逃脱方式也太简单了吧 你成功逃脱了 但是肉先生仍然掌控着这座监狱 这个逃脱方式也太简单了 突然想到 要是全部失败的话 肉先生会怎么处决我们的 哦 来来来 哎 哦 枪倒到不会死的 哎呦 哦 然后就被关进了这个小屋子里面 好像这次的逃脱方式是不一样的 哎 找到通风管道 通风管道不是在上面吗 不是要推这个小车吗 哦 这流东西 通风口 隔壁厕所 原来是这样子的 逃出来了 嘿 可以了 这是被关起来的三种逃脱方式 一个是打破玻璃 一个是走上面的通风管道 另外一个是走旁边的厕所 找到疏通计 是这个吗 哦 肉先生把这个床物给封起来了 看来有好多种逃脱方式 这个疏通计有什么用 哦 倒在门把手上 就可以开门了 想办法打开 哎 怎么打不开 哦 疏通计是这个 润滑一下门就可以打开了吗 哦 被腐蚀了 哇 原来是这样子 看来这个小房间里面有好多逃脱的方式 哈哈 一共有四种了 这肉先生在小便 他好像根本就没有 他尿量这么多的吗 哈哈 我这不停的在尿尿 尿够了没 哎呦 来了来了 打死我 打死我 这一次是处决了 看看是怎么处决的 哦 我上定型架啊 哦 这是我的家人 母亲看着我被肉先生给垫死 哇 你这个恶魔为什么要来看你啊 哦 糟糕了 真是个恶毒的父亲 你就是个恶魔 这父亲也太可怕了 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 太残忍了 通过隧道逃脱 这方式也太简单了吧 从一开始 只要找到一把钥匙 就可以直接通关了 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触发的 里面没有跟这条逃生路线有关的东西 你只能跟相关的逃生路线出发相关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地方还没有打开过 比如有很多的门没有打开过 还有那辆关着猪的汽车也没有启动过 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其他逃生路线所用到的东西吧 前两种方式都是逃脱的 那么那些变成猪的人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没有解锁的章节 应该是逃脱 并且把变成猪的人变回人 好了 那么本期的肉先生第二代就先玩到这里吧 这一次是通过地动逃脱 那么下一次我们将通过主门逃脱 我个人觉得主门逃脱的话应该会比较难 因为我们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 很多门都没打开过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